根據氣象局的資料顯示 這波寒流最低溫可以到達8度 白天和晚上的溫差變化非常大 對於中高齡長者或是有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的病友 容易造成腦中風 需要注意和預防它們的發生 天氣變化大的關係 氣溫急速的下降 容易造成了心臟的負荷 引發心肌梗塞 特別是有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的長者 也必須注意心血管急速的收縮 引發中風 身體的有一些情況 包括山高之中的高血脂、高血壓 都會因為氣溫惡化而上升 就是因為氣溫降低而惡化 那進而引起中風 我說天氣真的特別冷 比如說前後的溫差特別大 室內室外的溫差特別大的話 那盡量避免到戶外區 那要有充足的保暖異物 那第二點就是早上起來 我們可以先喝一大杯的溫水 那因為晚上的時候 那個水分都被代謝掉了 增散掉了 那血管的這個 裡面的血液量會比較少 也比較容易引起血管的阻塞 所以早上起床以後先喝一大杯的溫水 根據統計每年腦血管疾病奪走約一萬三千人的生命 長期位居於國人十大死亡原因第二名 除了適度的運動以及妥善的飲食外 平常也可以透過簡單的測試方式 確認中風前兆 如果有類似的情形 可以提早就醫 FAST就是快速的意思 F呢就是Face 如果你有臉突然一邊歪掉 甚至兩邊歪掉 的情況 就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A A就是arm 如果你有一邊的肢體 或是一側的肢體無力 或是 某一手某一腳無力 這個是第二點 那 S呢就是Speech 就是你講話呢 變得口齒不清 那最後一點是Time 假設你有上述 三種現象的任何一種 那我們就要把握時間 趕快到急診去就醫 有可能是發生中風的情況 平日可以多運動以及吃點蔬果補充營養外 外出也可以使用洋蔥式的穿著 如果覺得熱 可以一件一件的脫掉 寒冷的天氣做足準備 病痛也將遠離我們 桃園有線新聞 林瑞峰 桃園參謀報導